第四季 你是誰?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你是… 我是重陽真人門下五弟子, 王處一 原來是五師叔, 弟子求見 你是誰? 弟子乃是長春子秋處級門下 好, 是三師兄的徒弟 你沒事吧? 如果你沒事的話, 我們走吧 來 五師叔 別這麼傻 對那些登圖浪子 何必跟他們一番見識呢? 爹 難道你真喜歡他? 爹, 你不要提了 這些登圖浪子不可以託付終身 而且他是金國人 我們漢金是勢不兩立嗎? 爹, 你別提了 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他了 好奇怪, 這門到底是甚麼功夫? 王道長, 甚麼事? 就你的傷口來看 應當是九陰白骨爪 那就奇怪了, 他怎麼會這樣 幸虧這個人的功力還輕 不然的話, 你的命就難保了 楊大叔 靖兒 道長, 靖兒的傷勢怎麼樣? 只不過是皮外傷, 你不必擔心 對了, 沒有請教閣下是… 他是我叔父楊鐵心 原來是我師兄經常提起的 王命之交楊兄, 是吧? 過去了 對了, 道長知不知道邱道長在哪兒 我也在急事想見見他 這個嘛, 我師兄四海為家 一時之間, 貧道也沒有他的消息 你用不著抵賴, 你又出去惹事了 沒有啊, 娘 還說沒有, 人家擺擂台 你就去搗亂 這… 娘, 沒有 我不是看見那個姑娘被無賴打贏了 我想去幫忙 誰知道, 她爹叫我去娶她的女兒 你爺老是把事情倒過來說 沒有, 娘, 真的沒有 娘, 上次我給你送來的那隻兔子 小白兔, 你的傷好了嗎? 你要感謝我娘, 知道嗎? 康兒 甚麼事, 娘 你師父常常叫我好好管教你 孩兒一定聽娘的話的 有一件事我很想告訴你 甚麼事? 等你再大一點 還是叫你師父告訴你 到底是甚麼事? 是甚麼事? 你…你出去吧 娘 出去吧 你應該跟阿喜 還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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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嗎? 你快樂 我還不想了 我… 好嗎? 我 我好嗎? 走, 走 這招回歸拳的, 你出手太慢 而你的左腳踩前了一點 所以給我鑽了空子, 你懂嗎? 弟子疏忽了 沒有好好苦練恩師的教導 你還年輕, 而且唯師沒有見你半年了 剛才試試你的武功 的確比半年前進步得多了 多謝恩師嘉獎 對了,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有個道人來到燕京? 沒有, 師父, 甚麼事? 沒甚麼 你大師伯跟武師叔最近要來 我想他們就該快到了 對了, 最近你不要到處惹事了 為事聽說你的品行不大好 弟子不敢 我沒有時間在你身邊管教你 不過這樣 如果你被你的師叔師伯發現 你的品行不好 他們一樣會替我管教你 弟子不敢為命 現在距離三月二四 最陷漏日約的時間不多了 我想江南七峽 以及郭孝天的獨子 也應該在中途了 師父, 還有甚麼要吩咐弟子的嗎? 除了要你努力練功之外 為事沒有甚麼可以吩咐的了 被鬼鬼祟祟躲在樹林後面 快點出來見見頻道吧 長春真人果然名不虛傳 在下歐陽克拜見前輩 是歐陽克拜見前輩 閣下是吸毒歐陽鋒的內職 是不是? 不錯 師父, 歐陽師兄是圖兒的好友 康兒 你怎麼會認識這種人呢? 道長 以你的品格他根本不配 道長, 何必這麼固執 但是呢, 交友之道只求本性相敬 如果他的本性和閣下相似 貧道寧可廢了他的武功 弟子知罪 康兒, 你答應我 以後不要跟他來往 弟子知道了 弟子, 你真的不是太絕 好, 貧道先廢了你這個銀賊 讓我來, 師父 我帶你一起, 你快走 好, 休出去, 後會有盡 別走 不要追 你要嫉妒以後 不要跟這種人來往 弟子明白了 启禀少爺, 歐陽公子來了 歐陽兄 小王爺 你今天這麼魯馬 小王爺 不是我不願意遷就 而是你的師父實在欺人太盛 好了, 算了… 如果你看到他 千萬別再跟他衝撞 免得我難做嗎? 好 真沒想到, 原來小王爺你也這麼風流 歐陽師兄, 你千萬別誤會 誤會? 誤會的,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其實這種事不需要遮遮掩掩 你放心, 小王爺 我會幫你守秘密的 這件事真倒楣 剛要得守的時候 誰得又功虧一篑 原來你還沒有得守 早告訴我啊, 別說我垮口 對於應付女人 我的本事不下於我的功夫 启禀少爺, 王爺回府了 父王… 康兒 父王 康兒, 好久不見, 你又長高了 父王, 你累不累? 你娘呢? 她… 又回到舊屋去了 父王, 我叫人請她來吧 不用了, 待會兒我親自去見她 來…我來給你看一樣東西 你看看, 這個是大漠駱駝的皮毛 是桑萬族組長的座騎 謝謝父王 父王, 你這次又收復了很多土地吧 對了, 我邀請的英雄都到齊了 他們有沒有麻煩? 大部分已經來到了王府 還有, 梁子翁那幾位高手 想在這兒住下 不要緊, 你替我告訴他們 說我今天晚上設宴招待他們 是, 父王 來, 請 請 各位全都來齊了 為甚麼不等我這個身仙老人呢? 原來是梁老先生, 請坐 多謝王爺 梁先生, 我旁邊有一個座位 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坐在我的身邊 不必了, 棚在我旁邊也有一個座位 我坐在他旁邊就可以了 喂, 藥材老 你全身藥材味 盆某恐怕忍受不了 老夫吃進天下珍貴的藥物 我坐在你旁邊 讓你聞一下都算便宜你了 大家都是同路人, 用不著太拘束了 來人, 給梁老先生針酒 來, 不必了, 不必了 老夫自己帶來了 長白山的千年深酒 我自針自飲 來, 我敬大家一杯 請 王爺, 請你嘗嘗老夫的長白山酒 好好功夫 各位的武功, 君非夏篇 小王早就知道了 不錯 父王這次請大家來試想共商大事 應該一堂和氣才對 來…我再敬大家一杯 謝謝王爺 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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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王妃呢 王妃, 王爺來了 王爺, 王爺 王爺, 你又喝醉了 希若 我知道你會喝醉 幸虧我預備了解酒湯 去拿來給王爺 希若, 你對我太好了 你為什麼要喝醉了? 你為什麼要躲在這裡呢? 那十八年來我對你多好 難道不能讓你忘掉以前的事嗎? 你今天喝得太多了 不是 我沒有喝醉 你… 你喝醉了 如果我真的喝醉了 那就好了 快點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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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湯喝了吧 來 好 好 怎麼? 好點兒沒有? 好多了 早點兒回房睡吧 那麼你呢? 今天晚上我要留在這裡 今天是她的死季 希若 這十八年來我對你多好 你還想著她? 這支槍, 你擦完又擦 你知不知道 我才是你現在的丈夫 王爺 你 希若 這十八年來我從來沒有強迫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 雖然我救過你 可是你不必為我做那麼多 沒錯 如果是為了報答救命之恩 我已經報答得夠了 我沒有這麼做 是因為我太喜歡你了 我實在喜歡你 既然如此 那王爺您今天更不應該這麼做 希若 我明天就要離開京城了 難道你多陪我一晚 都不行? 王爺 你不要折斷他 我不會原諒你 你不要折斷他 王爺… 王爺, 對不起 你… 國慶, 你人品的確不錯 可惜天賦就… 王道長, 我六位師父教我 也費好多功夫 你不如歇一會兒, 我自己練 那也好, 下點功夫 楊兄 王道長, 我這個一直很難教的 人品不錯 最可惜的是 不懂得怎麼活學活用 好, 希望道長您耐心的指點 一定, 一定 王道長, 我們少爺求見 你的少爺, 究竟是哪一位 是小王爺完顏康 念慈, 你先進去 快進去 我先進去 吳師叔 萬顏康 你派人送東西, 究竟是甚麼用意 吳師叔, 因為那天冒犯了師叔 今天特地來賠罪 你沒有冒犯我 你冒犯的是那位大叔 還不快點向人家賠罪 牧師伯 我受不起 你應該先向他賠罪 不然的話 你和牧姑娘的婚事就會不成了 這位大哥… 我叫郭靖 那天我見過你了 不錯 這點心是送給牧姑娘的 麻煩你帶我轉交 好 白顏康 這樣你就放棄了 吳師叔 算了… 既然那位大叔都拒絕了你 你還是走吧 還有甚麼事嗎 弟子還沒有為師叔洗塵 不如明晚到社下, 弟子設宴相後 這個… 請師叔賞臉 不然的話 以後師父責怪起弟子 對師叔招呼不周的時候 我怕弟子擔待不起 我怕弟子 那好吧 你怎麼了 郭大哥 麻煩你把東西還給他 我不想收 為甚麼不收 我以後都不想再接到他 你還怪他 他這次肯來就證明他還喜歡你 他上次這麼做 可能是有難言之隱 來呀 人家送給你的 你吃一點吧 我吃不下 你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爹很討厭他 穆姑娘 我很了解你現在的心情 我幫你好不好 你幫我 我幫你帶封信給完顏康 我幫你避免 我爹 你爹 我幫你瞞著他 那麼… 換你 少爺 剛才那小伙子叫我交給你的 黃昏後土地妙相見 來, 嚴大叔, 我再敬你一杯 好吧, 我們再喝幾杯就回客棧 這麼早? 不早了, 念慈還在客棧等我們 他不會那麼早回來的 你說甚麼? 嚴大叔, 我再敬你一杯 你告訴我, 他上哪兒去了? 他…他出去了 原來你們倆用了吊火離山之計 嚴大叔, 你…你別怪我 你告訴我, 他是不是給那個姓完顏的 約了出來? 不是, 是穆姑娘約他的 是, 靖兒, 你太老實了 你告訴我, 他們在哪兒? 靖兒, 你不然? 我在這兒 又 Alexa 你告訴我 他為什麼要求你呢? 你… 他為什麼要求你呢? 那有什麼事情 你不要誤會 我這次約你來, 是想問清楚 為甚麼在擂台上你要說那些話? 念慈, 我… 你既然對我無心 就不應該上台比我 更不應該故意侮辱我 念慈, 如果我是無心的話 我就不會明知道你爹會罵我 我還來找你 為甚麼那天? 其實我有難言之隱 你也知道我是甚麼身份 如果父王知道我要娶個異族的女子 她一定會打死我的 所以我當時說謊實在是逼不得已的 真的? 你都不知道 我回去還給娘罵了一頓 念慈 難道到現在你還不相信我嗎? 念慈 爹 木大叔 你這個壞東西, 我打死你 爹… 爹, 你怎麼了? 你為甚麼打上我爹? 楊大叔, 你沒事吧? 敬, 給我殺死他 爹… 爹… 你開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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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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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爺 我看你不必再騙我了 好 既然被你發現了, 我也不必再隱瞞 是這樣 梅朝風經常在王府附近的一個山洞裡練功 有一次無意中被我發現了 我答應過給他找食物 所以他教了我九銀白骨爪 原來是這樣的 真值得恭喜小王爺了 你能夠學到至高無上的武功 真是得天獨厚 你要記住 這件事不可以洩漏給任何人知道 小王爺, 請放心 在下一定守這個秘密 對了 剛才你不是說要去見木姑娘嗎? 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別提了 眼看就要得手了 誰知道又被那老頭子破壞了 他們真是不識抬局 小王爺 我看你不必對他們太客氣了 你是說乾脆把木姑娘抓回來 這我也想過 但是王初遺和郭靖經常在他的身邊 郭靖? 小王爺 你說的郭靖 是不是十八九歲 傻脫傻腦的小夥子? 你認識他? 這是踏破鐵褹無密處來的全部費工夫 甚麼事? 小王爺, 你知道嗎? 你父王曾經出過重賞 要得到這個人的人頭 王爺為甚麼要殺他? 這點我不太清楚 不過如果我們殺了郭靖 你父王一定會很開心 小王爺, 我想到一個一時二卵的辦法 你說吧 你不是約了郭靖和王初遺來王府嗎? 等他們來了以後 我們就集中全部高手 把他們殺得片甲不留 另一方面 趁王初遺不在木念慈身邊的時候 就趕著把木念慈抓回來 這個一時二卵的辦法很不錯 不過如果我殺了郭靖的話 王初遺一定會告訴我師父的 既然這樣 我們就連王初遺都不能放過 各位, 今天我因為有事要麻煩大家 在這兒先感謝各位了 小王爺, 你何必客氣呢? 我們替你辦事就等於為王爺效勞 好, 各位請坐 王道長到 請坐 吳師叔, 請 你們… 郭靖, 好久不見了 別來無恙逢 郭靖 你認識他們嗎? 你認識他們嗎? 他們都不是好人 他們暗算過我 奧陽公子, 請坐 吳師叔 請坐 好 萬顏康, 為甚麼你會請這些人來呢? 王道長, 我們大家都是在王府裡做住客 怎麼說我們都可以算得上主人呢? 貧道只不過是不明白 為甚麼有這麼多英雄 今天為仇而折腰呢? 來人, 上菜 是 萬顏康, 我這次來 不是要接受甚麼洗塵或接服 完全是為了穆姑娘的事 吳師叔 我看這件事我們還是不要再提了 來, 乾杯 對了, 王道長 我們大家乾一杯 來 郭靖, 如果有甚麼動靜 你不要理我 一個人衝出去, 知道嗎? 你不想拉爛 從爺爛看著我 我爹爛看著我 你不想拉爛看著我 吳師叔, 今天如果有甚麼怠慢 請不要責怪弟子 既然你答應了和穆姑娘的婚事 我不會責怪你的 至於你師父那裡 我會跟你說好話的 多謝師叔 郭敬, 我們也應該告辭了 等等 這位英雄到底有甚麼貴感呢? 你可以走, 但這個人不能走 我們一起來的也應該一起走 他就是不能走 因為他曾經傷了我三個徒弟 而且是王爺要找的死對頭 沒錯, 師父 光亂蒙古一戰就是他破壞的 你們都是不懷好意 為甚麼要嫁禍於人? 是, 道長 他們三個都參加了 埋伏成金思汗 總之你們抓住他, 重重有賞 王爺康, 你… 他既然是父王的犯人 我就應該抓住他, 盡點兒孝道 不錯 果然不出我這所料 你們早就有預謀 想治癒我們兩個人一死地 怪不得他這麼爽快 就答應那件婚事 郭敬, 衝出去 道長, 但是… 衝出去 王大長 可惡, 竟然用這種手段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長中還有劇毒 我看你是過不了名券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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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爺 原來是你 牧師伯, 念慈 我的手下沒嚇著你們嗎?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這樣做, 無非是想見見你們 向你們解釋清楚 想見我們是要抓要鎖的嗎? 師伯, 你不是不知道你的脾氣太大 如果我不這樣做, 你肯來嗎? 廢話少說, 你想怎樣? 跟你商量一下你千金的終身大事 我和令千金的身份實在不相稱 堂堂一個皇孫 怎麼可以娶一個跑江湖的女孩子為妻 我沒說要嫁給你 念慈 我不是說不娶你 只是我的身份不允許我這麼做 就算我過得了父王這一關 當年皇上也不允許我這麼做 那你就不應該上擂台比武 你這樣做分明是侮辱我 念慈 難道你不明白我的苦衷嗎? 如果我不這麼做 難道我眼巴巴看你嫁給別人嗎? 你放心, 我不會讓女兒隨便嫁人 師父, 我一定會娶你女兒 不過這件事你要保密 當民意成催的時候 我自然會請求父王 成全這件婚事 真是笑話 到時候你的父王如果不答應 怎麼會呢?我女兒怎麼辦? 只要我對念慈是真心的 又何必斤斤計較世俗的名分?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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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快, 快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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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追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康兒呢? 為我的苦衷 總之我不會虧待你們 你們不妨考慮考慮我的提議 失點答覆我也可以 不用考慮了, 我現在就可以答覆你 不要讓我的女兒沒有名分跟著你 就算你明媒正確 封我女兒為王妃 我都不會把她嫁給你 你是個不知廉恥的賤賊 你這些花言巧語 只能騙一些少女 你騙不了我 有爹生沒娘教 你說甚麼?甚麼叫有爹生沒娘教? 不是嗎? 兒子這麼沒人性 我想你娘自然也好不了哪兒去 你為甚麼打我爹? 爹… 走開 小王爹 小王爺 王妃請你去見她 找我有甚麼事? 看見他們 是 爹 你沒事吧? 你怎麼樣? 爹 娘, 叫孩子來有甚麼吩咐? 跪一下 平常我是怎麼教你? 你居然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娘, 孩子不明白您說甚麼 還敢抵賴? 無緣無故的, 抓了人家兩副女來幹甚麼? 你不用看她, 是我叫她說的 想不到你小小年紀 居然貪圖女色, 視長凝弱 娘, 你誤會了 那兩個人是朝廷的重犯 他們闖入皇宮刑事皇上 我只是奉父皇之命抓他們歸案的 胡說 皇宮裡這麼多大內高手 要抓刺客, 用得饒你 真的?不幸等父皇回來, 您去問問 你跪在這兒 春香, 給我好好看著他 是, 大友去求使 娘, 那兩個人朝廷的重犯 你不能去見他們 娘 小王爺, 王妃叫你等他回來 你不能去 多事 爹, 你沒事吧? 如果你認我是你爹 以後就別見那個畜生 我做了 你不去看我 早就不去看我 你不去看我 你不去看我 那我怎麼看你 我怎麼看你 你不去看我